成立于2022年8月27号的台数位发展部门 已经挂牌满周年 但因为出差预算太多 打炸成效不张经常引发质疑 近日有台媒报道称 台数位发展部门在2024年的境外出差预算 又暴增竟高达3736万元新台币 有蓝英明代嘲讽 台数位发展部门干脆改名为台数位旅游部门 据台媒报道 台数位发展部门主管唐凤 经常带着自己的员工出镜参加各种活动 只是台数位发展部门挂牌成立已满周年 却未见任何成绩 而近来台数位发展部门编列的2024年出差预算 竟高达3736万新台币 比2023年的出差预算大幅增加了2300万元新台币 有蓝英明代质疑 岛内诈骗案件和个资泄露案件频发 台数位发展部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监管 反而借用公堂境外出差根本是不务正业 数位诈骗的部分也没有任何的建树 我想在这边唐凤部长号称是天才数位大臣 真的应该好好努力 数发部是不是能够停止变成一个数位的行销部门 而是应该着重于发展我们国家的治安的相关监理的政策 还有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直接嘲讽 台数位发展部门已经变成台数位旅游部门 就连绿营自家民代也看不下去 喊话台数位发展部门主管唐凤要做出成绩 只是境外出差预算编列如此之高 到底有多少是用在事关民众利益和福祉之上 实际成果又有多少 台数位发展部门还是要跟民众交代清楚 计算计算是需要持 históBoom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